哈喽姐妹们 朋友们 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间了 我是月月儿 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事 是关于跨性别 希望的这么一件事 你们觉得有希望吗 有希望的请抠一 下面我们来播放这么一条新闻 他是这样写的 是发布在了 英国科学杂志上的这么一条新闻 他是这样说的 我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少了一段垃圾DMA 就能够变性了 科学家找到了决定性别的增强子 删了就能男变女 科学大发现 就是英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 又让我的世界观狠狠地动摇了一下 这项研究来自英国弗兰西施科里克研究所 研究者们找到了一个神奇增强子 EMH13 它直接作用于最重要的性别 决定蛋白基因 SOX9 只要去除这一个病不编码 任何蛋白的垃圾基因 染色体组成为SY的雄性小鼠 就会发育成具有全套雌性生殖器的雌鼠 雌性 他们研究发现 这两只小鼠都具有雌性的外生殖器 可是能猜猜哪只是XY哪只是XS呢 在性别是怎么来的 这个问题上 这个Lowbin Lurie Lurie Badgerid教授 有着10层10的发言权 1991年他就带领了一个团队发现 哺乳动物Y氧射体上的性别决定基因XRY 这个基因编码的蛋白叫做性别决定区域Y蛋白 也叫做睾丸决定因子 看这个蛋白的名字就知道了 它会影响睾丸等雄性生殖器的形成 你们觉得神奇吗 神奇的 请扣1 在早期发育过程中 有关性别的部分是很模糊不清的 那些细胞具有两性的分化潜能 怎么样呢 既有可能长成高丸 也有可能长成子宫 哇好厉害哦 如果不对发育过程加以干涉 那么所有胚胎其实都会长成雌性 这个世界就会只有女孩子了 对就是这样的 SOX9 杂核缺陷导致的疾病叫做秋脑发育不良 百分之七十的男性患者都会出现了女性性状 然后呢 这个Lobin Lurie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基因 居然能够决定男女性别的重要因素 研究者 然后呢 就拿小白鼠做了实验 他 敲除了 XY小鼠胚胎的EMH13 居然 X小鼠根本傻傻分不清 它们不光外生殖器一个模样 身体内都完整地长着一套属于磁性的生殖器官 哇太神奇了吧 你们觉得神奇吗 神奇的请扣123 原来缺少1AMH13的XY小鼠 长出了全套子宫卵巢 特别强调的是 对NEMH13在哺乳动物中是相当保守的 并且与很多性别发育相关转入因子都有结合位点 所以那个教授就说 我们首次证明改变DMI的非编码区 依旧能够逆转性别 他说这项技术将有利于 未来将会做到 能够控制性别这极为重要的这么一件事 对然后相信未来的话变性应该也真正的变性应该也不是梦了 对就能够实现完全的女孩子了 啊太棒了 对它上面还说 下面就要研究 那个XY小鼠姑娘 她到底能不能够生孩子 对 下面就是他们想要知道这个了 这将对未来变性手术的改革将会起到极大的作用 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喜欢的话可以去当试验者呀 关注过一万的话将讲述在泰国蜕变的经历 拜拜哦 点赞关注投币收藏